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支手工石斑桿 這支手工石斑桿 是眼鏡輸出版的 眼鏡輸出開的釣距航叫做三本長久 這支板格是有耐力的 現品很漂亮 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三本 三本釣距航手工石斑桿 什麼叫做眼鏡輸出 三本釣距航 他的老闆也是我的朋友 我都叫他眼鏡眼鏡 以前我在邦騰上班的時候 眼鏡輸出常常去公司找我們的余董 就是余貴隆先生買素材 那他這個素材就是用邦騰的素材幫的 所以各位這個手工石斑桿 各位可以安全的使用 因為他那個素材 是真正台灣的素材 各位可以看見 這個我們沒有修圖的 他食品是真的很不錯 長的顏值非常的高 這個四線 他這個故意去骨頭 摳讓他比較膨起來 這我有指紋 這我摸他 事實上是非常的光好 我看他這個有摳讓他膨起來 那時候 非常的漂亮 他這個素材 不是來羅普民的素材 各位要買骨頭 最重要的就是 你買手工骨 你要知道他的素材 是什麼種素材 不是黑龍街道 這個真正台灣素材 真正台灣素材 這一個素材 跟那個 撩起來的感覺 跟日本的那種 古早的骨頭 什麼大塊 撩起來 都差不多是那種 就有彈性的 丟到魚子的時候 是可以卸力的釣竿 卸力的釣竿 那我們是靜靜的在欣賞這把釣竿 各位可以看見 他這個coating 都coating的很好 然後全竿 都用那個 富士竹 都富士竹 這條鋼做這樣粗粗 所以要背鋼 隨著你不用怕說 它的背不起來 要背鋼 很好背 背 這支 這支 為什麼這支 這支在冬邊 我告訴你 各位聽 我們眼鏡叔叔 我們三本釣距 三本釣距的老闆 是我們邦田 漁董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好朋友 為什麼他都叫眼鏡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的公司 回到他的時候 他都掛了一支 焦框眼鏡 很大支 看到他人的時候 你就會認到他的眼鏡 所以我都叫眼鏡 眼鏡 他這個coating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角色很漂亮 他這個都挑戰 鋼蓬起來 鋼蓬起來的時候 看起來特別有 那個手感 可愛的感覺 蓬起來 這個我摸摸的 因為 他這個 太緊密了 你們摸一個指紋 就可以印上去 像他這都是 鋼蓬起來很蓬 有沒有看起來都很漂亮 你如果跟他這種比較蓬 你就可以買這支 手感膏了 這個地方就是 放藏的 都沒有問題 各位如果要買 我印象中 他這幫老闆你買 還是說你直接去搜尋 三本釣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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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們眼鏡酥酥 眼鏡酥酥 眼鏡的買 這個鋼蓬是幫藤的 沒問題 我個人也是有買幫藤的 手感鋼蓬 但是我跟他買 沒有 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如果你在南部地區 要看行為 你也可以找我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 都做得不錯 有沒有 這個都很金 你看 都讓他碰起來 這樣 看起來就很漂亮 有沒有 泡泡這樣 這樣 這個白鋼 他這麼白鋼 這個白鋼 也都白得不錯 你有沒有看到 這支手感膏 可能是可以的 手感膏 扳膏 給你看一下 整體感 整體感 所以你如果有介意 這支膏 他請找我三本中的子 眼鏡師姿 infections 眼鏡師姿硬 moms message 眼鏡師ressive M legs 眼鏡師 Watching 眼鏡師 眼鏡翼 眼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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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這棵素材,斑藤的素材都沒問題 我本身也是都買斑藤的酒瓣膏,手工的都買他的 每一個店買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要買這棵膏,請你幫我找我們三本到幾項 三本到幾項 這是斑藤的素材,三本書書加工的就丟了眼鏡書加工的 給你丟魚,這棵買回來丟魚丟了,不用掛眼鏡 下去都水桿,眼鏡沒掛都沒關係 各位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好的桿子 這個桿子如果真的要建廠的話 如果你是在中部的朋友,你可以去他的店找他 他有成品可以給你看 他做的工也是不錯 他做的工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就是手工桿的那種感覺 他這個一隻好像售價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好像八九千塊 有沒有八九千塊的價值 絕對是有的 絕對是有的 光是素材,這個素材非常貴 因為這個素材是人家 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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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很用,如果你要撲電話的這支是十堆是首選 因為有的鴿子他可以中跳山 抓在手上太重太重 他這支不太輕鬆 所以鴿子如果要撲電話的鴿子 抓在手上撲整天也不會累也不會痠 這樣知道嗎 當然這可能有百種的規格 沒關係,我們上網去搜尋三本釣巨行 我們去搜尋 我們去搜尋三本釣巨行 搜尋到之後 問眼鏡叔叔眼鏡的眼鏡就告訴你 他做什麼整個 找他就對了 你如果中部地區找我們眼鏡叔叔就對了 我們眼鏡叔叔是專門的 一般已經創很久了,創到都來看他 各位,今天講到這裡就好了 去找我們眼鏡叔叔跟他聊聊天也好 他也很會釣魚 釣魚來逛的就對了 如果要搬鴿子拍他 有的不的要拍子 他也有在處理 謝謝各位 祝各位晚安 謝謝你們 感恩